同工不同酬,某个程度上是隐形的不公义 说是隐形,主要是因为薪水一直被视为竞技话题 直到最近,职场开始公开讨论收入所得了 社会才终于看到了基于性别和族裔的差别待遇 也进一步推动薪水平权 一些西方企业甚至走得更前,直接公开所有员工的酬劳 也就是时下最热门的薪资透明制度 虽然有助于留住人才 可是拿捏不当,就会引发员工互相嫉妒 甚至是离职潮 到底要怎样才能收割最好的效果 而公开员工的薪资是否触犯了隐私权 打工人又有拒绝的权利吗 今晚的午夜广场,我们一起来谈职场那不能说的秘密 你赚多少钱? 这句话一出口,轻则没礼貌,重则没家教 因为社会贯彻者收入是隐私的刻板印象 薪资透明变革,不只挑战这个观念 更要改变资讯不足,让员工长期吃闷亏的普世不公 我觉得可以啦,但是看要那个程度哦,公开的程度 position跟你的salary bar就ok啦 但是更deep一点好像maybe like你的expenses like他有给你那些另外的 then maybe可以不用公开的样子啦 就like一个base salary bar 我看要正面想哦,所以你要看要知道 你自己其实是做几多,然后你看下别人是做几多 然后你才去compare那个薪水啦 心情会是往好的方面吧 因为毕竟知道对方是比我高,然后看实力的话 我就可以知道这间公司值不值得我继续付出 还是我是需要跳到一个会欣赏我的公司哦 薪资透明有不同实践方案 对外可以是在中彩广告上说明薪资福利 对内则是说明各种职位阶级的酬劳津贴 最极致的做法就是注明每个人到底收入多少 由于在全球还处于起步阶段 还无法累积足够的经验 通过薪资知己知彼的成效 可是部分的回馈显示 如果员工发现薪酬符合市价 而且多劳多得 工作满意度更高 拼劲也更大 暴露不平等待遇后 不止低薪足有机会争取更高的薪资 也可能消除性别或种族之间的不合理歧视待遇 招聘时说明公司期待 也可以事先筛走不符合期望的人 本地一个求职网站就落实 员工分级制度 所有入职员工都分为不同等级 每个人不只知道所有等级的薪资幅度和福利 也知晓同事属于哪个级别 这个东西是因为经过了很多年的学习 然后向外学习参考下 我们才慢慢implement这种东西 其实我们跟很多中小企业一样 一开始都不懂得怎么做 全部进来 大概到market市场 fresh grade了 2,800就2,800啦 一开始的时候全部是OK的 全部进来差不多一样的 然后可以跟你讲 当时间长久 每个公司的心经一定变化 为什么变化 第一 你肯定有一些人才 这个办事你很强 他要辞职 有些老板为了留着他 OK咯 我加你信 你加他信 你没有加其他的信 你看他的variant是在这里的 有时候公司 他为了得到一些人才 他需要在外面请一些人才进来 你在这个公司做了五年 可能你从五年以前两千块 已经上到五千块 突然间公司需要一个人才 可能跟你同年龄的 可能是要七千块 当你知道这个时候 你有什么心情 你有什么心情 这会影响到你的performance overall公司的performance 当然是影响到 所以不是每个人 都会接受 他心经太透明 也不是每个公司 都适合做这个 薪资大公开 让资方无法再压低工钱 也无法用差别待遇 聘请员工 与此同时 由于薪水福利 很难量化计算 如果员工不认同 公司福利制度 不满意薪水上涨空间 可能会因此打包走人 冲击企业营运 我会有几个朋友 对 因为他们 他们感觉 他们有很多 可能他们有几个 的任务 所以 这件事有成功 当他们知道 他们得到较少了 然后可能我 或其他朋友 得较少 所以 当然 这件事会让他们 去勤动 新资透明以后 恶性亦出效应浮现 要转为危机就得用沟通消化 毫无系统和章法 只是为自己制造灾难 有些人讲是banding 每个公司它有这个level band1,band2,band3,band4 所以每个band你都一个send range 2000到3000 3000到5000,5000到7000 当你有了这个system 你告诉大家why 为什么我们有 要如何达到 一年有两次 你想看如果你的员工特别是新进来了 他们会有一个方向 只要我每一年朝着这三个边 我有机会可以得到这个 这样他们就不会一直想着 哇 要不要跳槽呢 因为讲真 现在很多人跳槽都是会升级 他说 外面多2000块 我跳槽吧 他忘记了 其实我们公司在另一步调整 也是有可能达到这个的 当你一年跳槽两三次 五年跳槽四五次 其实你的resume都是不好的 对你自己本身的career 也不是很有帮助 所以当你有个透明化 有system的透明化 除了可以帮助你的员工 留住你的人才 你的人工 你的员工也会比较有积极力 不过我们最鼓励 每个员工 跟自己的上司 自己的老板探讨看 我还可以有什么东西给做 达到你公司的目标 我们一直 然后我们的薪金也是给提高 如果不是 我们员工一直走 如果路一直走 我们都 请人现在都请人这样难 你又员工一直走 永远都公司很难进展 即使公开薪资 看似对雇员有好处 可是并非每个人 都愿意公开 被视为敏感话题的薪资报酬 如果想从法律角度 阻止公司公布个人所得 很抱歉 国内并没有任何法律 保障薪资隐私权 雇主有权决定 是否公开资料 在我们马来西亚的 这个法律 Employment Law 如果当一位雇主 他要去 吵一位员工的时候 法庭说一定要有 合情合理的理由去解雇 如果员工说 No 这个虽然他是没有私营去保护他 但是如果这个雇主 他不要去尊重他的意见 他还是仍然要去公开 员工一问 员工讲No 首先员工不可以做什么东西先 如果公司真的去公开 因为他没有触犯任何法律 但是因为公司 如果员工讲No 你去炒他的话 这个肯定不是一个 合情合理的方法 这样子的话 肯定是会触犯 这个Employment Law 工业关系法庭 如果你被无缘无故去解雇了 你是可以去这一边要向公司 Claim for compensation等等之类的 这个工业关系法庭呢 它跟我们的这个普通的民事法庭 有一点点不一样 一点点不一样而已 它的不一样就是任何人都可以代表自己 但是那个问题是因为它的其它的 procedure跟我们Normal Civil Court是很相似的 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都对它的这个procedure会熟悉 所以很多时候 以问一个人是可以 就是代表自己在这个Industrial Court里面 他们都必须要请律师 因为他们对这个procedure不熟悉 但是如果你是熟悉的话 就可能你有受过什么训练等等之类的 你是绝对可以自己代表自己不需要请律师 也不需要去给任何的费用的 除了有权公开薪资 雇主也可以在雇佣合约中 列入薪资保密条款 禁止员工公开薪水 一旦员工说漏嘴 就是违约 薪资透明 也可以反向操作 一些企业都会要求应聘者 提供上一份工作的薪资水平 用作参考 可是这可能会把之前的压榨条件 延续到新工作 实际上资方有权要求资料 但应征者也可以拒绝 只是万一无法获聘 也没有投诉管道 暂时在马来西亚没有这个 我们讲Discrimination Act 在外国可能已经有了 你很难去抓 因为我不跟你讲 我的工资是多少 然后你就不聘请我 因为他可以讲 其实不是这个原因 其实我们觉得你是不适合 所以他可以有100个理由去拒绝你 就算他跟你讲到明 因为你不跟我们讲 你的工资是多少 所以我们最后还是决定 我们不聘请你 其实你也不可以做什么 因为我们没有一条法律是 来管制这一方面的事情 打工人争取薪资权益 天秤还是倒向雇主的一边